这个女人被一根二臂铅笔给戳死了 仔细看 她的脖子上还纹了一个诡异的纹身 摇响30年前 女人也是十里八村的头号美女 但凡跟她储国对象的精神小伙 全都离奇死亡 刑警刚太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女人总算承认了谋杀亲夫的事实 而她也成为了韩国首个女性年还杀人王 高太没想到30年后 朴金莲竟然也死在了别人的手里 此时她的内心毫无波澜 只想着怎么能穿越隧道 回到自己的1986年 男人来到华阳隧道一路小跑 可奇怪的是隧道的另一头依旧是2016年 她反复尝试了很多次 发现依旧无法穿越 抱着自己手上的调职报告 刚太明白 看来老天将她戒调到了2016年 目的就是破解今年的死亡之谜 资料显示 今年一共杀死了三位男性 被捕后一直在监狱服刑 直至去年 女人因为疾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没想到刚出狱一年 就让人给杀了 检察们即便讨论着监控和铅笔上残留的DNA 刚太完全不懂这些 她以传统检察的思维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死者被铅笔一次穿动脉 说明凶手十分愤怒 仇杀的可能性较大 可调查发现 女人被关30年 根本没有任何社交 不过早上还真有人探视了死者 只可惜韩国不小心撑马 所以并不清楚此人的身份 刚太记得自己下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匆忙打车的女人 看来此人应该就是凶手 刚太找到出租车司机吴老六 知道了女人的目的地 她跑到学校 用广播将女人约了出来 女人名叫小慧 是首尔大学的犯罪心理学教授 听闻朴金莲的死讯 女人表现得毫无波澜 她说自己是为了搜集犯罪心理模型 才去采访了金莲 而那只铅笔 也是她留给对方的 很快法医便传来了事件结果 被害人是右撇子 根据笔尖的角度判断 女人的死是一次很明显的自杀行为 这次的法医很专业 是读诗段语的贤真高手 她断定一定是铅笔的主人 利用了某种心理暗示 让金莲自杀而亡 小慧大方地出示了采访录音 原来眼前的疯子 除了杀了三个男性之外 还弄死了自己的父亲 小慧只是问了对方一个简单的问题 最后将铅笔留给了女人 下一秒 女人变用铅笔狠狠戳死了自己 所以这个女教授到底说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订阅